那下面我们再演示一个服务 再演示那个服务就是我们如何去把一个内核的源码填进去 当然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那个内核源码在我们后面的开发中还会用得到 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再用都可以 好,下面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下面我们来看 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盘 就我这个地方是一盘的这个VM Show里头 有个Linux 3.0的源码包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源码也比较多 就是说相当于所有的目录都有 那我们下面看一下 假设我已经有别人的代码 我想看,对吧 我如何去操作Source Insights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之前的工程中 我可能要新建新的工程了 就不能再有了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源有工程给它close掉 好,那怎么做呢 还是一样 project new还是一样 所有的第一部曲都是先新建它 新建的目录 那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变了 比如说我们起个前缀 叫mylinux-3.0.8 就比如说以这个名字作为我们的这个工程的一个代号 然后这个工程放哪呢 我们说还是希望大家要养成习惯 尽量的去放在跟我们这个目录 就是同级的目录里头 然后去新建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名称就可以 那下面我们来把进入进去 好,大家看我现在已经找到了 在这个3.0.8这个目录 然后在这个目录中我们还是一样 希望大家新建一个pro就可以 但是因为我这个目录之前已经装好了 所以说我这已经有一个pro 有一个pro大家可以看到 就这pro 没关系我们这再新建一个就是了 比如说我们叫pro1 好,就相当我把这个工程放到这个目录里头 这样就不影响我们原有那些代码了 这样的话大家以后再拷贝给别人或者是发布的时候都比较方便 好,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好,这样的话目录就产生 然后点击OK OK过后一样的 我们还是在我们的什么上级目录上去寻找我们的原来码就可以 好,然后再点击OK 好,然后这个时候他就默认 默认情况下他就把我们的这个linas3.0.8 这个目录作为我们的什么标准的原文件进行更改 怎么做呢?是这样做 因为这个文件特别多 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个加不现实 或者我们也不知道加谁 所以我们最典型的办法就是全部都加 怎么全部都加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把这点ADDO 你也可以点在上面把这个整个 就是点这个地方把整个数全部加进去也行 但是我们一般我习惯就在这儿 就填这个全部 填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就把所有的勾都勾上 因为我们填不是填本级目录 是不是剩下的那个纸目录里的所有那种全部填 对不对?所以把这两个勾都勾上 然后点击OK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地方他就会有这么多个文件 你看三万多个文件 三万多个文件就被填进去了 这就是那盒,非常多 然后他慢慢填 好,那么填完之后呢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把所有文件都点close 关掉,没有问题的,其实是没有问题 然后呢我们其实就可以查看了 但这儿呢因为我们也是内核添加 所以这儿呢稍微再演示一下 在以后我们课程中要学到 就是说我们的内核呢 其实太全了 它什么东西都有 但我们在平时开发的时候呢 我很显然我在开发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只开发一种体系结构 对吧 你就不可能说我开发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是开发出来的最后结果 既可以工作在ARM上 又可以工作在X86上 又可以工作在MIPS上 不现实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CPU内CPU体系都不一样 我怎么可能用同样的代码去提 去让不同的CPU运行呢 对不对 所以很想从汇编就过不去 对不对 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情况下 尤其在这个目录啊 这个名字大家可能看出来 ARCH嘛 这不就是ARC的意思吗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Linus知识特别多 看到没有 这以后我们在嵌入室中 可能都会接触到这些CPU 只是ARM现在特别的流行 或者它出货量比较大 所以大家以后接触ARM的时候呢 的机会更多 好那下面我们看 那怎么做呢 那我们这样 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把所有的都选中 怎么选呢 从这点点的时候 按shift 按到最后就可以选中 然后把它全删掉 全删掉 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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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后呢还没完 因为为啥呢 因为我们新闻师假如只想看ARM 那我就把这ARM点上 看没有 然后ARM呢 我就再添什么 再添ADDO 看没有 不 这个ADDTree 这写错了 ADDTree 好然后这个时候 他就会把ADDTree 把ARM里头讲 然后依此类推 ARM里头 我们在以后学习开发过程中 我们再看 ARM这个目录里头 它其实包括的版本也特别多 那到时候呢 我们还是一样 按照刚才说的方法 再一步一步的把什么 把我们需要的板子再过滤出来 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你如果全部过滤完 点这个什么 close就可以 好 那有同学说 这是不是就完了 你看我双击一下 你看 然后你看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是不是都黑的 看没有 都是黑的 有点呢 没啥反应 没什么反应 什么原因呢 就说因为这个文件太大了 这个Source Insight 在我们的这个目录中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 这个PRO1 你看它是不是创业很多 稀奇古怪的文件 你不用去管 这都是Source Insight 内部的一些文件 这些文件呢 它里头其实会 内部会建立一些符号表 现在我们点上去过后 没反应的原因 就是这个符号 对应哪一个文件的哪一个行 它没有符号链接过去 所以你看不到 所以我们在新建完一个工程过后的下一步去 就要在这个地方 点击这本书 或者说你在这点右键 都可以 用这个什么 叫同步文件的选项 你看点上去 点上去过后呢 我们一般来说你按摩韧性 或者说你觉得你每次都有问题 那你就把这个勾上去 就强制所有文件再重新的同步一次 好然后你看点击OK一下 那么这个过程会非常的长 因为内核的文件有几万个 所以它建立的过程非常长 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然后最后可能会在一定时间过后 它就开始把整个数据写到磁盘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现象就不一样了 你看我再点是不是就有东西了 对不对 包括这是一个红 所以说Source Insight的使用 应该说基本的步骤是这样 加入工程同步 然后查看代码 甚至编辑 编辑完后 记住它只能编辑 这个地方你大家可以找 找半天你就找不到什么 有那个什么build 或者是我们的run 这样一个选项 所以说对于我们的Source Insight 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只是一个什么编辑器 而且是一个看代码的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那对于我们看c 包括后面我们看汇编 它可能也有些支持 所以说对于Source Insight的使用 我们先介绍到这儿 后面我们会看到具体内核代码 尤其在这个框架 那个文件比较多的情况下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些 关于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些什么 快捷方式 也就是说search的这里方 有很多很多的快捷键 大家可以在学习过程中 可以先去熟悉一下 等学到内核的时候 再好好去把它记住就可以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关于Source Insight的一个介绍 可能是这个专家 咱们先去� Eye